我问你个事啊 你觉得二十六七岁的男孩没有存款这场吧 二十六七岁的男孩也就刚刚说过没几年吧 对 成绩好的话经好公司过得好失败 学生力不好的话就要从你从中起 但永远就三千块钱了 差不多 加上奖金什么的话 主题一年也就超过两万块 两三年也就六七万还是在不是不够的几年 你看看你 你还要租房子吧 房子就这样一大班 尤其是你还这么胖这么能吃 你不要不让你说谁胖呢 你说你刚走行了吧 跟你开玩笑 看吧这样吃饭是不是要占到三分之一 这还攒什么钱啊 新鲜究竟更不错的吗 听你这么一说 好在还真是那么回事啊 孝孝 你还跟我说这些 是不是因为今天天然成绩很快 不是那都过去了 吃饭吃饭吃饭不说了 你怎么在这儿 妈妈 那我应该在哪儿 不是我在 唯唯约我吃饭你老跟着干啥 你要是喜欢它你直接说 我不跟你转 我啥时候说 我啥时候说 我来啦 你来啦 那妹妹 我看这儿没啥好吃的 要不我带你饭吃饭 我又不挑食 吃什么都可以 真好吃的 你尝尝好吗 谢谢 那啥妹妹 吃饭咱可以不挑食 但是交朋友 一定得好好擦凉眼 干一个 是吧是吧 对了 你不是刚回来没地方住吗 我那边还有个房子 要不然你搬过来呗 看你现在住的那个地方 又旧又活的 也不符合你身份 一下子 我什么失败啊 我自己普通认了 你现在那儿挺好的 你跟我谢谢你 要是吧 是 不是成长 你有什么话可以直接跟我说 没必要阴阳快气的 行 那我就直说了 嗯 人分三六九等 你觉得你一个三文青年 你配得上位吗 你能给他幸福吗 不是我 长照你够了呗 我今天把你教日上 帮向姐的幸福这件事情的 但是你听了一说这些话 你知道当时为什么 没有答应的追求吗 不是条件好像很优秀 但就是靠你继分的会来的吗 你流域感 不过是你爸妈给的 不是靠你自己算的呀 我以为你说这事 我不想起 我现在所用的一切 确实是有办法给你 但是我觉得这没有问题啊 有问题吗 生活是什么 柴米油盐 十川住行 哪一样不需要物质的职场 难道你愿意嫁给一个 没生没房 没存款你的三五千年吗 你愿意跟他一块 扣着手指头过日子吗 那是你愿意取悟吗 啥 我给你十秒钟 一 二 三 四 愿意 五 一 走吧 你 二 四 If I li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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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lie to you